各位请看BR BR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头 它代表分支 它代表分支 各位你看到第一个单字叫brother兄弟 我问大家 古代重男轻女 所以说他不管姐妹 他只管兄弟 我问大家兄弟将来还是要用父亲的姓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父母亲的分支 分支出去 再来一个字叫branch 枝干 枝干这不用我讲 一定是树木的分支 同学刷子叫brush brush同学最初就把几根树枝 同学出这个小树枝绑一绑 那就是一个刷子 那是不是也是跟branch差不多 再来一个字同学叫bridge bridge同学是不是乔 那么乔是不是分支到两岸 分支到两岸 因此这也是一个分支 但是各位记住 乔这个字 它所引申出来的是 缩短两岸的距离 因此出来的字叫brief b-r-i-e-f 简短的 各位记住 这是来自于乔的观念 那么再来一个大脑 叫branch 那同学当然是 大家有左右大脑 哪有同学只有一个大脑的 对不对 一定是左右两边分支出来 再来一个字叫branch b-r-o-a-d 宽广的 我请问大家 什么叫宽广 宽广的就代表说 你枝叶繁茂 分支很多出去 这个叫宽广的 然后顺便背个字叫broadcast broadcast 同学是不是叫广播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字是不是叫广 叫广泛的意思 就那broad 那么播是什么 就是散播出去 就是cast 那个字 cast同学代表扔 代表扔 因此同学广泛的扔出去 同学就是讯号往四面八方 同学这样散播出去 这个叫广播 叫broadcast 然后再来 同学明亮的 是不是叫bright bright同学是明亮的 同学明亮的 请问大家 是不是光线 光线分散出去 才会亮吗 所以说同学他这个地方 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不要看b 你看right那个字 其实r跟l 同学以后我们会常常看到 r r r 各位记住 r跟l常常可以互换 常常我告诉大家 我们常常r跟l都讲不清楚 都讲不清楚